大道无痕 不破坏卷查门 却能屡屡得手 身份光鲜 公司白领又是怎样沦为阶下球 沦为阶下球的白领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斌 画面上的这个男子名叫郝武军 今年是38岁 内蒙古自治巨人 在与他相识的人眼里 郝武军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白领 他是一家服装外贸公司的 高层管理人员 每年光经手的业务 就达到了五六千万元 作为白领 他经常出入于高档消费场所 抽的是高档的香烟 喝的是名酒 身上也是一身的名牌 可让人很难想象的是 在赣州市惠昌县公安局 侦破的系列盗窃答案当中 他竟然成了警方怀疑的头号对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名叫王娟娟 三个月之前 她还是会昌县一家手机店的老板 如今呢 她是欠下一身外债的失业人员 就感觉反正不想开了 因为觉得我们投资那么多 突然间都被偷了 就感觉有点那个 不想干下去的一样 改变王娟娟境遇的 是一起特大盗窃案的发生 5月15号晚上 王娟娟经营的手机店 被盗贼洗劫一空 在接到报警之后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进行的技术勘查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尽管店内翻动较大 但是金属座的卷闸 竟然完好无损 丝毫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就是把中间的 就是腰式桶那个位置挖掉了 应该是很专业的说法 能上锁之外 王娟娟还特意安装了 金属材质的卷闸门 然而看似安全的卷闸门 却没能挡住疯狂的盗贼 那么小偷是如何将它打开的呢 在案发现场 民警虽然提取到了 属于盗贼的指纹 但是在警方的数据中 并没有对应的记录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无法锁定 那么警方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这同样是一家 安装着卷闸门的店铺 就在警方在对手机店 被盗案现场进行勘查时 他们再次接到报警 距离不远的烟酒店 在当天凌晨也遭遇了几岁 地方的卷门对吧 这里的 这边的 还有那边的 还有里面的 还有冰柜的烟 价值多少钱 说 六万块钱左右 同样是卷闸门完好无损 同时在现场留下的指纹 与手机店中的相同 警方由此肯定 两起案件肯定是同一伙人所为 只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技术方面的指纹 还有就是做案的撬压的痕迹 一夜之间疯狂连坐两起答案 这到底是一伙怎样的盗贼呢 这家烟酒店虽然没有安装公共区域视频 幸运的是隔壁店铺的公共区域视频 还是捕捉到了一组有价值的画面 5月15号凌晨3点49分50秒 一辆车驶进了公共区域视频区 熄火之后又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人 鬼鬼祟祟地来到了被盗的烟酒店附近 有一名较胖的那个男子呢 就先走到那家烟酒店的旁边 站着那个有一辆皮卡车那里 他看到有人来了 他就躲在那个皮卡车的后面 在另一个红外公共区域视频中 这个体型较胖的男子 显然没有注意到摄像头的存在 他在躲到了皮卡车之后不久 就从裤子口袋中摸出了扳手与螺丝刀 这部车就刚好停在那个三行的隔壁 所以他就躲在那里 如果有人的他 他就会马上就躲在这边躲藏 现在但是还没有躲着 另外一个嫌疑人在动手 只不过由于此人戴着帽子 加上摄像头角度限制 面部无法看清 几分钟之后 两个嫌疑人就来回搬动箱子 警方推断 他们搬运的应该是被盗的烟酒 在这起案件中 除了大概的车型和犯罪嫌疑人 大致的体貌特征之外 警方还发现了他们所驾驶的车辆 车辆的话 从后面看的话 其实应该是一辆银百色的四轮 普通的小汽车 但具体的品牌跟车型是看不清的 按照涉案车辆离开的时间与方向 他们在另外一个路口公共区域视频中 再次发现了他的轨迹 就是绕广场一圈 往那个国道方向走了 按照我们那个视频的时空分析 就是跟那个卡口的时间结合 我们就有一部白色的标志小汽车 就是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警方追踪发现 这辆可疑白色标志轿车最终离开了会场 由此警方判断 这伙盗贼应该是外来流窜作案人员 而通过查询沿途的公共区域视频录像 警方发现了一辆类似的可疑轿车 深夜时分 这名驾驶员令人不解的打架了遮阳板 正是这名驾驶员欲盖弥彰的举动 让警方确信 这辆车牌号为月AR2687的标志车 便是犯罪嫌疑人所驾车辆 可是进一步查询显示 车主是一名女星 与出现在现场的犯罪嫌疑人 根本不相吻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发现这个女星车主 她是一个在广州 是一个医院工作的 一个有正经职业的一个这样的人员 然后她的丈夫也是同样在广州 是一家公司上班的 然后调了他们的那个户籍相片 对比了一下 发现跟作案嫌疑人 这个体型体态是不符合的 那么使用这台车的人到底是谁呢 在联系了车主之后 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通过一个网络租车平台 车主将汽车租了出去 这个嫌疑人的话是比较有经验的 他不是讲当面到那个资车行里面去资车 他是规避自己的行为 尽量就不让这个资车公司知道你 你这个嫌疑人的真实存在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 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 虽然嫌疑人使用的假名来做车 但是他支付租金所使用的信用卡信息 最终指向了一个男人 他就是郝武军 应该是总是一个外贸工作的 一个这样的白领人士 属于说说一个在一个做外贸的公司里面做 7月6号在广东省深圳市警方 将他抓获回岸 一路拼过来吧 但是一丝糊涂就说 自己又把这些全部毁掉 真的 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说对我这次打击真的是很大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 可以去做这种事 好像感觉他怎么会去做这种事 遭遇盗贼 店主破产痛苦 毛贼绝技隔着卷闸门进出路四路 顿技追踪 狡猾盗贼显出原形 闻为阶下熊的白领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有点事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很快 豪武军的同伙曾祥明 也被抓获归案 经审讯得知 近两年来 他们流窜在干 越 敏三省多个县城 作案14起 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据两人的交代 新国是他们作案的第一站 那么 家在内蒙古 工作在深圳的豪武军 为何要选择新国来作案呢 在不暴力破坏的情况之下 他们打开卷闸门的秘籍 到底又到底是什么呢 从99年出来 然后就说 因为我就是做服装出身 就是一直在服装行业里面做 也做过指检 做过管理车间 也管过厂 做过厂长 后来最后做到尽力最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豪武军用一句话 描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而 在他的妻子吴嘉兴看来 丈夫能够一步一步的事业有成 背后所付出的艰辛 远远不是如此的轻描淡性 像我们在工厂上班的人 一般都是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 就是靠自己努力 加班加点 赠点钱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过得很苦的 因为他们家就基本上 帮不到我们什么 豪武军只有初中学历 初到广东的时候 他只能在服装厂 做最底层的车工 这份工作不仅辛苦 而且收入也不高 不过 那个时候的豪武军非常勤奋 随着公司的发展 豪武军的职位也不断上升 从生产线上工人 到车间主管 再到公司的高层经理 十多年时间 当年的打工仔 姚申成为了深圳的一名白领 当初联系那么两三个客户 那两三个客户下单 就是下个七八千万 当还是可以下得下来的 在公司里 除了每月上万块的工资 老板还许诺豪武军年底 按照业务量给他进行提成 可实际上 这笔提成却造成了 豪武军与老板之间的决令 他答应时有 也就是说业务上面的一个点的提成 也就是说我今年做五千万 他可以拿一个点去给我提 但是他就没有做到 十月份豪武军 从工作了十多年的公司辞职 失业之后 他开始在寻找新的工作 但是最终都是高不成低不就 也不是说没工作找 就是说有些职位 就自己也就没有想得去做了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说自己已经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不可能这回工厂里面 去做个工人嘛 失业之后 豪武军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可是之前当公司白领时 大手大脚用钱的消费习惯 却很难改掉 他的信用卡欠款多达五六万元 出于自尊 他并没有将自己已经失业 告诉妻子 他一直在骗我 他在上班 他可能是怕我担心他 而且每天都会 为你做不做样的 说上班下班的样子 就在此时 早年与豪武军相识的湖南人 曾祥明找他借钱 曾祥明平时嗜好赌博 在外也欠下了不少债务 经济上的压力 让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便萌生了盗窃的念头 那么两个外地人 为什么会选择江西新国 作为实施盗窃的第一个地点呢 新国因为他脑部是新国的 他对那边路线比较熟悉 于是新国的一家专卖摄像器材的店铺 成为他们下手的第一个目标 这次作案之后 豪武军 曾祥明各分得几千元的销赃所得 他们的犯罪也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豪武军异化成了双面人 平常会在家人朋友面前 他扮演着成功人士 而在某些夜晚 他又化身一个盗贼疯狂作案 那么豪武军 曾祥明两人 是如何在不暴力破坏的情况下 将原本用来防盗的卷闸门 给打开了呢 在他们的作案工具当中 一个与明片盒差不多大小的设备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因为我们平常电动卷闸门的原理 它是通过一种 发射一种无线电波 达到某种固定频率之后 在卷闸门上的接收器接到频率 然后才会下达一种 下降或上升的一种命令 犯罪嫌疑人豪武军 曾经再三委托警方转告他的基属 要好好教育他们 还在上小学的孩子 豪武军说他始终忘不了 自己被抓时儿子 看他的那种眼神 他觉得自己对于家庭 对于孩子有着无尽的愧疚 当我们回看豪武军 一步步走过的人生历程 他想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 就无可厚非 他也曾经为了成功奋斗过 这也值得肯定 可是豪武军的悲剧在于 他错在了成功之后 再也没有当年的努力与坚韧 他没有勇气去重新开始打拼 没有把自身的奋斗当成成功的支点 豪武军的教训也值得很多人警醒 人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却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人生 对于家庭的教训也值得很高